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点点栏目 大家好 在过去两年间的点点今天事儿 我反复通过啰嗦的方式 绘画的方式 告诉了大家我的一种思维的方式 但是很遗憾 有一些网友总是说 你直奔主题吧 其实啊 实际上现在很多研究政治的人 研究经济的人 研究军事的人 他们往往研究的方式就是直奔主题 结果凑得离谱 不管这些人是不是受了专业的顺利 不管这些人 他是不是掌握真实的权利 不管这些人 他是因为某一种背景 总之 资本主题的方式 单一的分析方式 恰恰计算是数字是准确的 即算是某一个事实是真实的 但是因为他采取的不是结构的分析方式 不是采取的互动的方式 不是采取的是六度的分析方式 所以很容易会有正确的资料 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当然 要讲这些事情好像有一点水 简单地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诚实地面对 或者勇敢地面对我们不喜欢的资讯 但是 是有可能会引起我们思考的资讯 而这一点 很遗憾 有不少网友做不到 他们喜欢听 他们符合自己价值观 符合自己想法 符合自己理念的事实 久而久之 自己走到了一个胡同 还不知道 但是 我今天 不再讨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而去展开这两天大家特别关心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过去 至少是半年以来 我反复讲了一个道理 就是 我说美国的经济面 确实不错 但是呢 也不像大家评估的那么好 中国的经济有很多问题 但是不想让大家想的那么悲惨 所以 我说 展望未来一些时间 尤其是2019年 中国不但不会出现经济崩溃 而且 由于它结构性的主动调整 对造物的泡沫的压缩 使它的经济的膨胀 恶性膨胀得到一点程度的遏止 所以 良性的回升 定定了一些基础 那么 现在中国过去一些天 股票已经在温和的回升 而很多经济速度显示出来 远远超过经济学家 商人们 或者是政客的预期 中国现在 今年第一月份的出口 这个 跟去年 跟09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9% 那么 美国往中国的投资 一月份增加了124% 而其他国家可能增幅更大一点 比如像欧洲的河南 增幅是达到了90% 中国的进口有所减弱 也比较轻 当然 这些数字啊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比较它的真实的含金量 因为有春节 有季节性的因素在里面起一些作用 但是 它至少显示了一点 情况未必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而美国呢 因为政府关门 所以由政府产生的权威的某一些数字啊 没办法 立即呈现出来 不过 今天所得到的 美国可信方 可信的机构所得出来的 12月份的零售消费的数字 下降了百分之一点几 百分之一点二 百分之一点二 当然是相比11月份比 按照道理来讲 12月份和11月份 都应该是比较好的消费季节 11月份开始感恩节 12月份开始圣诞节 这个主要是人们对经济的预期有所下降 老百姓的荷报 那是一种情绪的真实反应 在这个消费的零售的指数上面 而某一些企业的爆出来的这个财务报表呢 有的比想象的还是好一点 但是有的也是发出了警告 所以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 即使是川普说中美贸易进展得很好 今天的道经思还是有所下跌 但是我说这个下跌如果是因为消费指数出来的话呢 那是一个短暂的停板 短暂的波动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美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股票增长 这个全球化 是美国得力最大的国家 这是我多少次反复强调的一点 得力的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中国靠它的低水平 劳动力便宜 老百姓勤奋 市场非常大 WTO和全球化给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的增长空间 这就是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国际性的背景 而这种背景被中共自己解释成为是他们体制的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治出现倒退 为什么在国际社会表现出张牙舞爪 到处撒钱非常愚蠢的行为 在于他们错误解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根本原因 恰恰不是像他们讲的是依靠了中共体制 恰恰是抛弃了中共的体制 而美国以它的创新 以它的高科技 以它的产品实现全球化 它当然是得力是没有国家相比 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中美贸易情况之下 在全球化的经济现在出现某一种修整期 甚至下行的时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就发出了几个警报 那么各个经济学家也进行了很多的预警 那么以经济的支撑的政权的习近平 以经济高速增长来使他增加政治力量的川普 他们都不愿意更大的对经济的负面性的因素 来去影响他们的政治力量 这就是在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我讲中美贸易谈判必定要走向协议 中美贸易战争不可能一下子打得头部血流的根本原因 不要说中共不论以牙还牙 即使是美国牙齿很多了 它也不愿意掉牙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 中美贸易党员现在正在进行谈判 每一次谈判 大家就说又没有结果 怎么会没有结果呢 这种阶段性的进展 完成了几百页 草稿有几千页了 而正式的文稿都有几百页了 这个里面显示出来了 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团 他们非常先进的努力 但是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有一些大的问题也是我讲的 要两个老板在一起才能达成最终的协议 否则说当老板干什么 老板就是陪伴 对吧 有一些事情 继续成都的事情 刘鹤尔或者是美国的商业部长谈 他们对表他们先进去谈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昨天传出来 川普要延期 不管是延期六十天还是不延期 那么3月1号进行加税的可能性 大家应该是比较低了 那至于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面呢? 按照原来的预期 按照我的分析方式是 这个月底 因为跟金正恩见了面以后 川普就再顺便跟习近平见见面 没有想到朝鲜问题 比原来预计的要复杂 川普也承受到多层的压力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金正恩真的会走向无核化 而川普早就把这个话讲出来了 这个我认为 对川普总统在朝鲜和平方面的努力 川普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而且他是非常勇敢地走出来这一步 是不是他讲的 他避免了一个几百万的战争 但是至少 使这个朝鲜半岛开始走向和平 从这个意义来讲 我觉得川普的这种行为是值得推动的 但是情况确实是比他想象的很复杂 所以如果这个月底 他们两个人继密的时间 比想象的可能要延长 那么有可能就来不及安排跟习近平见面 当然习近平这个团队提出邀请就说 最好三月份的时候在海南博欧论坛见面 一方面地把一个本来丢对也不好 又用也不好的一个博欧论坛 有一个川普的壮壮威 而且有一个喊了半天 海南自由贸易区好像还没有真正的启动 有了一个川普的做过广告特效员挺好 川普似乎有点不太乐意 川普说你还是到弗里达来嘛 这里阳光很好啊 我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跟你谈一谈 但是习近平也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太对头 就是是不是又要跑这么远 但是不过呢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见面的机会 其中如果是在 越南的这一次的川普会谈谈得比较顺利的话 那么中战协定就成为了一种可能性的结果 那么中战协定最好就在板门店首尔或者是什么地方来举行这个仪式 那么中国 美国 南韩 北韩一起坐下来签这个东西 哎哟 四国领导人 皆大欢喜 那么呢 这个也是他们机密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开玩笑说 三半线也是一条方式 那么这个时间也许要到四月份 但是我想想 二月份是不是怎么多时间有点紧张 我希望他们能够谈成 希望能够三月初二月底 就是在川普总统那么大的年纪来 别老是往东南安那边跑 所以还是赶紧的有这个中间协定出来 至少这个乌黑协定如果一下子谈不出来 下不了定论 实际上日程表不能出来 那中间协定这个事情 看能不能在这一次的签订 当然还有很多见面时间 六月份 在日本是G20会议 习近平也是会跟全部见面的 所以他们之间可以随时创造出很多见面的时间 但是呢 我也是反复讲的 中美贸易这次谈判即算是达成协议 那么呢 这个也不能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中美竞争的长期性 有人喜欢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化 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 甚至我很早就讲了 这是一个野蛮与文明的竞争 因为中国虽然经济有了发展 但是中国毕竟没有走向政治文明 没有走向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 所以呢 把它列为野蛮国家也不为故 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竞争 我觉得从整体来讲 我有几个判断 在点点今天事里面曾经讲过 未来我还要继续讲 那就是 人类的热战 就是以暴力为主要特征的 修斯底德陷阱式的这种热战模式 已经结束了 全球性的世界大战 几乎不可能发生了 以意识形态和柏林墙为标志的冷战 也不可能会发生 全球性的宗教性为特征的 这样一种文明冲突 未来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但是全球化的过程中间 或者全球合作的过程中间 存在的问题 确实最近几年令人担忧 其中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民策主义的出现 人们对强人又表现出了某一种名利 川普总统当然是有一种强人的姿态 这也是由于他的强悍的作风 能够得到很多的民众热情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因为他敢于向官僚系统 向全球系统表现出某一种改革的一种热心 但是川普总统同时对政治强忍的一种热心 又是很多人担心 比如说他经常赞扬习近平 也赞扬金正恩 也赞扬菲律宾的总统 也赞扬 甚至呢 他那些事情可能也是比较欣赏川普 当然 通俄门的调查纠缠的一个结果是 使他和川普的关系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不像他上台前后所预计的那么顺畅 对我来讲 也是我反复讲的一个原因 我也讲了很多次 但是在如此同时 川普在和金正恩和好谈判 跟习近平的中美贸易谈判 也进入了一个可以预期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进展 他的通俄门调查 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显示出来 没有证据 他跟通俄门和俄罗斯有出卖国家利益的高级 但是呢 美国的中院院司法委员还继续调查他的问题 而且独立检参观的调查还没有完全接触 所以川普的麻烦不少 川普还有一个麻烦 就是跟盟友之间的一种关系 早一段时间 不是早一段时间 早几天 我呢 就转了一个德国之声的一个德国的一个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出来了 说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好感 还超过了对美国的好感 这样的话 在我的推特上面引起很多网友的愤怒 开始质疑这个调查机构是不是问题 开始质疑这个德国是不是又法西斯来了 所以跟中共混在一起 大家没有注意到 这个调查机构恰恰是一个亲美的调查机构 而这些民意调查的结果 恰恰是给美国和德国关系发出一个警报 而这个警报恰恰是为美国和德国要修复关系的一个指引 就像昨天有一条消息 世界日报引入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报告 说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共的太空的军事能力增强 那么这个消息 这个推特上面 马上就有网友说 这就是新华社的报道 这个我早就跟大家讲了 美国国防部就是有一点想夸大中国的军事能力 因为他们是军事机构 他们要金融会 对不对 而且他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军事力量来讲 保护全球安全保护美国利益来讲 他们就是要做出更多的准备去对付这个敌手 而不是和我们想象中间那么一个简单 德国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态度 有差超过了对美国呢? 其实这样的民调不仅是在德国 如果没记错的话 几个以前澳大利亚的一个民调 也显示是某一些特征出来 所以我前面就讲了 我们必须要尝试去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一些资讯 有时候你要看看这些资讯和数字后面 是不是更有利于你去分析 那么这些欧洲和美国的这种友年 虽然在门罗主义时代 曾经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有过很多的冲突 甚至也过战争 对吧? 但是呢 整体来讲 二战以后 尤其是冷战 西欧和美国完全是战略利益同盟 价值观一样 政治制度一样 军事力量一样 也有所谓的北约 对吧? 但是 由于川普 重新调整全球战略 也重新调整和欧洲的战略 所以出现像德国这样的改变 并不奇怪 最近 就是今天嘛 在波南华沙开这个会议 华沙会议 五十多个国家参加 对吧? 但是 欧洲有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派了比较低级的官员 外长都没有派 一个就是德国 离波南那么近 一个离波南也不那么远 对法国也没有派出外长 所以昨天我转了一个推 就是说 马克伦和川普的密约旗 神秘关系旗 已经结束了 所以这也是 而且德国现在对这个 美国退出这个跟俄罗斯的中统导弹的 这个条约事情 表现得很忧心 因为德国不能发持核武器 欧洲国家不能发持核武器 是因为有北约 同时有得到了美国的这种核保护伞的包袱 但是你现在跟这样一种战略平衡的破坏 确实是令德国感觉到忧心 当然现在 这个 美国在努力修复这个事情 在努力去重新鼓励 或者是去化解跟欧洲之间的一些问题 我们看到了 这个 美国的副总统彭斯先生 在波南 那么正在斯洛伐克访问的 早几天在布达佩斯 就是新加利访问的国务卿蓬佩奥 昨天好像还见了罗马尼亚 见了克罗蒂亚的军人 这些地方都是我还比较熟悉的 欧洲的事情 以后我慢慢跟他谈 尤其中欧 就是实现出来了 这个 这个 美国这样两个重要的职务 几乎同时在欧洲进行活动 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 同时 美国的代理国防部长 现在正在布达萨埃发表演讲 布达萨埃的欧盟总部 有趣的是 欧盟的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 或者是欧盟的外交部长 没有计划去准备去华莎 开这个针对伊朗的会议 说是实际上爬不出来 所以 彭埃奥可能还敢到布达佩斯 去跟欧盟的代表见面 所以怎么去修复欧洲的关系 这是 美国最近最近在 叛了重兵 代理国防部长 国务卿和副总统 当然 彭斯 又是很多人 给予特别期望的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 美国的政台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不喜欢川普 但是你可能更不害怕彭斯上台 彭斯啊 这个副总统不仅是参加一些宴会 或者是参加一些冰上活动 就是上礼 而且呢 他喜欢发表演讲 喜欢参加学术性的活动 那么 思考性的活动 几天以后 在华沙开完会以后 在慕尼海 德国的慕尼海 有一个慕尼海会议 那么 中国的负责外事委员会的 这个 主任 办公室主任 就是杨洁篪政治局委员 也会去慕尼海参加这个会 这个会 这个会 是一个全球战略的思考会 就会思考到我刚才讲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会 能不能对强人 有重新的热情 为什么冷战以后 国际社会呈现出一个 破色的一种状况 这个事情比较学术性 过几天也许我会跟大家谈 也许大家去看一看一些学习报告就可以了 今天的点点今天事有一点长了 比较到这里接触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三点钟